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是高焕糖高老师 再度感谢您 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们要进入这个主题的最后一个单元 最后一个回合呢 我们 首先再来做这个 复习的动作 帮你复习呢 这个STOP的部分 复习完毕之后呢我们把重心 放到CLINE 那这个CLINE呢 我们 的用意就是CLINE 会来使用 这个HELL框架 这个HELL框架呢 会来 对这个STOP呢 有做这个载入 以及调用 等等的动作 这是 包括 RODE 比如说RODE SO 还有这个 调用 Code他的这个 比如说CodeDevice的 Device T的 函数 函数 等等的 所以呢 我们复习完了 STOP之后呢 我们会把重心 放在这个CLINE 的代码 是怎么写的 尤其呢 这个CLINE 如果是Android 这典型的就是Android service 透过这个 JNI 的本地函数 再来调用 这个HELL框架 调用HELL框架 OK 那我们就来 帮你 解说这个部分 那我们先来帮你 复习一下 这个 STOP的部分 帮你做一个总结 帮你做一个总结 首先呢 我们帮你做个复习 做个Pullend的动作 第1个我们现在是 要思考的是 这个CLINE 第1个CLINE使用 HELL HELL的 这一个框架 这HELL框架呢 才去 做这个 载入跟 调用 RODE CALL RODING跟CALLING 这一个 STOP的动作 CALLING这个STOP的代码 所以我们就来 帮你复习 第1个 步骤是什么 就是CLINE使用 HELL框架以及 调用他的STOP 这个代码 的步骤 帮你做个复习 所以第1个步骤呢 这个在上一个小回合 也谈过了 就是CLINE调用这个公用函数 叫做GET MODU 那在调用的时候呢 他会做这个 RODE 会RODING 这个SO 在RODING的过程当中 他会产生静态的 他会静态的产生这个 对象 就是 这一颗对象跟这一颗对象 而且 建立出这个 函数的 设定关系 还有这个 函数的 指针的设定 OK 所以在这个第1个动作 就是 产生这个 结构 然后呢 把这一个对象的指针 抛回去给CLINE 抛回去给CLINE 让CLINE呢 可以 指向这个对象 好 这就是 我们做个文字上的说明 CLINE调用 GET MARCHO 这个公用函数 找到了这一个名称为HMI 好 那这个HMI 在这里就是这一颗对象 这一颗对象呢就是 依据这个模块 而来产生的 依据这个结构 这个struct的结构 而来产生的 那这个是G类 的 这一个对象 这整个大了是子类的对象 那这个我们 取一个名字叫做 HMI的这个对象 这个对象 所以呢 他会 将这个对象 的指针 传回去给CLINE 那这个对象其实就是LED Module T 那LEDModule T呢 是这个的子类 就是可以扣充的 这我们待会看到 这个扣充的部分 这个子类 所以 这个G类跟子类 两个 就是 子类 这是子类的对象 子类的对象 内含一个 负类 的对象 然后这两个 大小的对象呢 他的子尊是相同的 那理由是因为 这个 G类的对象 他是摆在子类的最前头 就是G类的 的这个 object 然后 这个整个是 子类的 object 那因为G类的起头 这个对象的起始的位置 跟子类 对象的起始位置是相同的 所以他的子帧子是相同的 那 这个子类 就是这个 LED module t 那负类 就是 Hw module t 好 那我们 把它做一个 简单的图来做说明 这Cline 调用了这一个 Hwget module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他会 做loading的动作 在loading time loading so的动作的时候 他会来静态的创建 这一个 LED module t 的对象 也就是 也就是所谓的 HMI的对象 这 这一个对象就是这个对象 他是静态的在loading time的时候 静态的创建的叫static的一个对象 那这就是第1个步骤 然后第2个步骤呢 那我们就来继续 第2个步骤呢就是 Cline已经有了这个HMI的对象的指针 他就可以调用 这个调用这一个 open的函数 所以就调用到这个open的函数的实现代码的部分 哦 好 那在调用 open这个实现这个 代码的 这个实现代码的时候他就会来new new一个这个device t device t的对象 new出一个对象 而且 把这个指针 指向这个 他的函数的实现代码 都把它 设定好 那创建这个对象以及设定函数的指针 都是这个函数的代码 这边的代码在做的事 他只是拿这个当模子 来产生这个对象 而已 那这个就是 第2个步骤 的事情 也就是 这个 coop的这个动作 好 那我们 把它做一个 文字上的说明 Client调用 module的open函数 因为 现在已经有 这一个 找到了HMI 这一个 对象 这个对象 这个对象就是 HW module t的 对象 那 这个因为 这个是包含在里头的 这个是 这个module measure是在 module里头 所以我们调用这个 module的open函数 其实也是调用的 就等于调用的 module measure t的open函数 那这个 这个open函数呢 就是刚刚这一个 就是这个函数 就调用的 这一个 啊 这个module的对象 里头的meters 也就等于调用 这一个的对象的open 然后 就 扣下来了 所以 调用的module的open 其实就等于调用这里的open 这个open的函数会创建LEDdevice的对象 啊 就是这个部分 创建了这个对象 OK 创建的对象之后呢 并回传他的指针 这个时候两个大小对象指针是相同的 因为他也是摆在同一个位置 啊就是 这个是G类的对象 啊这个Hw Divice t 那因为他的起始的位置 跟这个大的对象 的起始位置是相同的 所以呢 他的大这两个大小对象的指针指是相同的 因此呢 我们就把它做一个 整理 就是在第2个步骤里头呢 是由climb 调用这个的open函数 啊是调用这一个open函数 因为这个是包含在这个里头 所以我也可以说 说成啦 说成他这个是调用 module的 open函数 在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他会来new 这一个的对象 那这个对象是属于动态的 就是在执行open的代码的时候 然后才用 mallocate 去 啊 这个要求操作系统动态的给予 一块空间 然后成为 这个device t的对象 OK这是 第2个步骤的 那第3个步骤呢 啊 这个时候呢 因为第2个步骤已经把这一个的指针 抛回来了 那所以cline呢 就有这个指针指向这个的对象咯 对象咯 所以第3个步骤 就是 调用 这一个 device device t的对象咯 调用他里头的这个函数 那这个函数的实现代码在这里 从这里再调用 HAL driver 再调用 Linux kernel driver 再操控代 hardware 那就是第3个步骤咯 给他做一个整理 第3个步骤就是cline 调用这个的对象 也就是调用这一个里头的函数 所定义的函数 然后再来调用到 这一个 HAL driver 的模块 这就是第3个步骤 所以呢 我们 将这3个步骤呢做一个总整理 做一个总整理 好 那就是这是HAL框架咯 这是STOP咯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 EMI咯 就是EIT的概念咯 这个就是我们的T咯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HAL driver 那如果这个看成是平台 那这一个就是插件咯 就是插件咯 然后相对上这个我们就给他特别一个名称叫做配件咯 叫做配件 然后这个插件 衔接的 EIT把它串接起来 那T再来衔接到配件 那这就是我们的EIT的结构咯 然后呢 看来第1个刚刚你看到第1个步骤 调用 Get module 第2个步骤 去做Open 第3个步骤 就调用这个Set on 等等的 那这就是 帮你做个总整理 让你了解 Client跟 HAL框架 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对点型的Client是什么 最常见的Client就是Android service 这是一个系统服务 那的系统服务呢 是在加瓦层的 所以这是加瓦层的 但是HAL呢 是属于这个C跟C++层的 所以中间C要有GNI 需要有GNI 的这一个C的 这个本地函数的实线代码 也就是这里的本地函数是空的 那需要有这个实线代码 写在这个位置 写在这个位置 这是本地函数的 的这个实线代码 本地函数的实线代码 那 所以我们 之前我们刚刚 写的是属于这边的 实线代码 现在要 CRY的部分 主要就是要写GNI的实线代码 实线代码 OK 那还要写加瓦的实线代码 好 那我们就 来看看这个 台湾很有名的 这一个 HAL 驱动 的专家 叫做纯敬宏 英文叫做 Jolin Chen 他的一个范例 那我就 拿这个范例来做个说明 那现在呢 我们首先在帮你 为了让你完整的看到整个 Jolin Chen的代码 所以我现在 在花一点时间 帮你 收明这一块 STOP的代码的部分 那之后呢 收明了这个代码部分之后再来收明 ZNI 部分的代码 部分的代码 好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 定义 LED Marjor T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就在定义那个LED Ctrl Device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在做这个扣充的部分 扣充呢 HW Marjor T 然后 这个扣充 这个是LED Marjor T 是这个地方OK 是这个 就是在做这个扣充的动作 那这个呢 是在扣充Device 这个是 HW Device T 然后扣充为 这个LED 这个Ctrl Device T OK OK 就在定义这个 那里头包含一个鸡类 包含一个鸡类 好 那他自己定义的 啊 这一个 三个 小的扣充的三个小的函数 OK 好 那我们现在 刚刚看到有几个函数 我们需要写他的实现代码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写的 LED Device Close 这个实现代码 这个 然后再写一个LEDGetAccount 再写LEDSetOn 再写LEDSetOff 那这个 都是属于 这个跟DeviceT有关的 这个 函数的实现代码 好啦 有了实现代码 还要写一个这个 MARCHT有关的实现代码 就是OPEN 就是OPEN 那这个OPEN啊 首先就 你也知道吗 OPEN的动作是创建 DeviceT的 动态的创建 DeviceT的 这个 对象 所以呢 在MARCHT里头的OPEN 去创建DeviceT的对象 然后 最后把这个DeviceT的对象的指针 把它回传 回传给CLIM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已经把代码都写好了 我们需要有做组装的动作 所以静态的 创建的一个 MASER的对象 然后再把这一个 指针 设定就是函数的设定 其实在这个上一回合都有很完整的说明了 现在只是在帮你做个复习而已 好 那创建一个对象啊 就在创建另外一个静态对象 就是创建的 HMI的对象 也就是 LED MARCHT的对象 好 然后再把这个MASER的指针设进去 那这样子 我们的 所有的代码 就是 都写完啦 就是STOP的代码都写完啦 所以 执行的过程当中 就会 首先 静态的建立这两个对象 然后再把这个 这个函数的 主针把它设定好 OK 然后之后呢 在调用OPEN函数的时候 再把这个对象建立起来 再把这个 函数的主针设定进来 设定进来 好 那就可以让ZMI来调用了 就可以让ZMI来调用了 OK 那就是在RUNTIE会建立起来的 好 那这次我们在STOP部分的 一个 代码以及RUNTIE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就会把重心放在 ZMI native这一块的代码咯 所以我们现在 接着就来看 这个ZMI native的代码的翻例咯 OK 那所以我们现在要把重心放在的就是这个位置 这是ZMI的部分 然后这个部分 那从这边你可以看得出来这里有三个本地函数 一个叫LEDinit 一个叫做LEDseton 一个LEDseton 所以总共有三个本地函数 所以我们这边必须要写三个函数 三个这个function 就是这三个function的 实现代码 这个这个实现代码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JOLAN的实现代码咯 所以这是 JNI的 JNI的 第1个函数的实现代码 这是第1个函数叫LEDinit 那第1个函数的动作 那第1个函数的动作做什么呢 第1个函数的动作你也知道 第1个是要get module get module 第2个要open 这是这个init的动作 init的动作 所以呢 他就调用 这一个 HELL框架的get module 然后取得 module的对象 取得那个HMI的对象 OK 取得这个对象 之后呢 再调用这个open 调用这个open 那这个open呢 其实他是 调用到这一个 这一个open的函数 那这个就是你看 module measure里头的 open这个函数 所以 这样就 实现了 这个部分 他 init呢 做的 get module 跟open的动作 也就是实现了 第1个 跟第2个啦 然后接下来 还有两个 这一个 实现代码 两个净代函数的实现代码 这一个叫LED set on 那他这个实现代码呢 就是调用到 device的set on 这个就是 HW device T的对象 所以他就扣到HAL去了 所以这个部分 就实现这里 就扣到了这个stop的部分了 这stop叫device 因为他open的时候会把device送回来 所以我们 有了device的指针就可以调用device 所以 这个 啊 实现了这个代码咯 zni 调用 HAL的 啊 这个device的函数 啊 然后再来另外一个 set off也是一样 这是zni的set off呢 调用的是device的 啊 set off这个函数 所以是zni 啊 去调用 这个 HAL 里头的 这个set off的函数 OK 所以现在 把这个 啊 都讲完了 就可以 让你了解啦 这个zni 怎么调用HAL 啊 啊 那我们的揪人的部分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那现在呢 最后再来看一个Android的 例子 让你知道 这个 啊 HAL的stop的 这个位置在哪里 啊 那我们就是一样的 啊 用一个图来表示 这是 HAL的框架 也就是 EMI的部分 那 这个Android里头有一个 叫 啊 啊这个 ZR ALC的这样子的一个stop 这是一个 啊 stop 这stop就是T 就是T 然后他提供的一些代码 比如说open的 实现代码等等的 都写在这里 那这个就变成一个stop了 那这个stop呢 就放在这个位置 他是以SO的形式存在的 那他是摆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底下就是Kernel 就是Linux的Kernel 然后这中间呢 就是System Code 就是System Code 然后上面就是很多Android的系统 这是Android的 Android的System的部分 在上面呢 就是 App框架的部分 App Framework的部分 所以呢 现在只是让你了解 这个Hale 的位置在这里 然后stop 就是以SO的身份存在的 我只是要让你 了解一个 他的一个实际Android的范例 那么他在整个 架构体系里头的一个位置 所以这个是由最佳公司所提供的SO 那他的用意就是 做Frame Buffer的初始化 就是 因为每个硬件 每个 硬件厂商 他会写这个Driver 那这个Driver 是跟硬件厂商有关的 那硬件呢 需要有Buffer跟他对接 所以这个 Buffer是跟驱动有关 那驱动跟硬件有关 所以他 有负责呢 来 做这个Frame Buffer的 这个 起始化的 初始化的一个动作 是这个样子 所以不同的Vandor有不同的Library 就是说意思说SO 是可以抽换的 所以确保的底层 这个SO的变动自由度 这就是 Hale框架 的一个用途呢 就是像万里长城 确保关内机品的变动自由度 所以呢 Hale框架确保了 这个不同厂商 都可以 提供不同的Library 他可以换 可以 随时的抽换 OK 那这一个 Enjoy就是 TockelHale 来 扣这个Library的 扣这个Library 也就是说 Enjoy 是TockelHale 的框架 来调用 这个SO 调用这个SO 来 初始化 这个Framebuffer 初始化Framebuffer的 地方 OK 所以呢 这个Framebuffer初始化呢 让这一个 Buffer跟硬件 就可以 附通了 就可以附通了 好 那我就是 在这一个 STOP 结构就是我们的HMI的部分 这也是一样 在这个Library 头会提供 这样一个对象 让这一个 Get module 的时候 他可以去找到他 那这一个对 这个结构呢 是定义在这个CPP里头 所以你有空可以去看看 看看里头的这个STOP的代码的谁法 那STOP里头呢 会有定义出 这个 Hale的这个 对象 也就是 啊 这个 HW Module T的 的这个子类 的这个子类的对象 OK 那这个部分呢 有空就让你自己看 咯 我这个部分呢 只是在让你了解 这个 一个真正的 Android的 STOP 与SO的存在 那他在整体架构上的位置 好 那我就是 在这一个Hale架构的部分呢 就帮你介绍到这里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